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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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圆论论的 那他可能就直接用一些 比较很职慧的去形容他这个人 所以他有时候人家会觉得 好像他讲话比较不欢喜 不讨喜 所以这种太直接的话 就很容易受人家讨厌 所以要特别注意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他比较有主权 个性呢 比较喜欢主导的 这种呢 跟我们的摆 摆呢 有点像 就是呢 鼻梁呢 比较突出 就鼻梁的突出 但是还好他的犬骨不够突出 鼻梁突出的话代表就是说 他做很多事情呢 很有自己的想法 例如说他演戏喜欢这样演 导演叫他这样演他不走 他觉得 我觉得这样比较有梗 所以呢 他就用他自己的想法 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如果说他运气好的时候呢 他的才华 他的表现 是人家可以欣赏的 会觉得这很有梗 很好笑 但是如果当他运不逢时的时候呢 他坚持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人家会觉得他很讨厌 为什么都不 不听别人讲 所以有一种运不逢时的感觉 但是呢 这样的鼻子呢 是非常有才华的 但是还好你的犬骨不够高 如果当你的犬骨又很高 或者是你配合像诱人 这个 我们讲说这个菱角 比较明显的话呢 代表什么呢 代表你可能真的太有主见 而且是完全不受控制的 但是你的话呢 那也不好相处喔 那就会比较不好相处 所以还好你已经综合掉了 因为你的脸比较小 只是鼻子比较大 所以你有自己的主见 可是你还是遇到一些 不对的事情的时候 你还是懂得转弯的 所以呢 这还好你的面相 有稍微把它补强一下 好 来看一下第三个呢 就是天生呢 就很受到人家忌妒的纹路 好 这一种的话呢 如果你的首相呢 有一个感情线喔 延伸至木星秋的 好 像这种呢 感情线越长 木星秋就是十指下方 这个地方 代表什么 这种就是暖男跟暖女 他天生呢 他就是喜欢照顾别人 但是呢 有一些人呢 就会觉得说 哇 你这么照顾别人 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心机啊 你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啊 然后让人家觉得说 好像他释出的好意 别人会误解他 但他天生对人就是一种关怀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这些事情 是不是为了有什么目的 然后要去取得一些好的结果 或是巴结别人等等的 但其实他都没有这个心 因为他天生就喜欢关心别人 所以因为他的这种行为呢 会让人家觉得他很温暖 可是如果时运不济的时候呢 别人会觉得他很多余 而且呢 好像有一点太热心过了头 这样子 那第四个的话呢 就是独特的纹路 通常越独特的人呢 他就是越 人家会越召集 就是 智慧线呢 跟这个地方呢 虎口 这个叫做手掌的边缘没有相接 形成一个穿字文 穿字掌 穿字掌的人呢 其实呢 他的个性上的话 比较特立独行 他喜欢与这种不同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 他这样的个性呢 有点像外星人 因为他喜欢表演一些 或做一些别人看不见的点 他觉得这样会比较好 但是呢 他有时候太过艺术家的特质的时候 人家会觉得 这个我看不懂 很多人会觉得说 看不懂的就是艺术 所以很容易沦为这种层面上面 就要特别的注意 还有就是说呢 像这样的人呢 他比较不相信别人 因为他特立独行 所以他觉得说 跟人在一起之间 他觉得要先听坏的 他喜欢先听坏的 而且他觉得他跟你太相近的时候 他会觉得 你是不是要害他 你对他是不是有目的 他是属于不相信别人的人 所以他导致于呢 他常常会孤立无援 但是呢 像这种穿字纹呢 通常跟他的 出生的环境家庭 会比较有关系 有可能他的 天生的父母缘比较薄 或兄弟姐妹的六亲缘 等等的 比较薄的关系 养成他必须要特立独行 所以这四款呢 都是属于天生 很容易受到人家嫉妒的人 但是呢 很有才华